疫情的新常態就是隨時會有新的變化 這個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只要有確診 我們會立刻處理 那相關的業者也都會做最好的安排 我覺得不是針對誰 而是針對這些 如果社區感染已經在我們的身邊 這些事情都會是常態 你可能隨時下一分鐘 整個狀況就不一樣 所以大家要能夠習慣 其實我們已經兩年了 我相信很多業者都已經習慣了 所以重點是在於防疫要做好 讓大家提供一個安全的服務很重要 所以不是取消是必然的事情 那也請大家 所以為什麼說你要有心理準備 第二個要有保險的概念 就是可能將來什麼租金 退這些相關的訂金 這些都會有一些爭議 所以事先就要先講好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業者其實都可以體諒 而且我想民眾也都會體諒 因為現在有從柳山的這位主持 他的CT級也適合 那好像不只他 另外在南港也出現好像也是有防住的確診 他們是一家人 對他們是一家人 所以今天中央會通報 下午應該中央會公佈 不過我比較擔心的是他們是感染源不明 對他們是一家人 今天是應該是一家三口 等中央的公佈好嗎 那我還想要再問一下就是說 那北市這邊疫苗提供 就是疫苗提供的服務會到什麼時候 那大年初四 說要掉這個醫療釀腦 這個有沒有出現的規範 中央因為他是 過年他們是修到七天嘛 那我們是比較擔心 我們希望早一點打 所以我們要先跟醫院溝通 因為有醫院願意打 我們才有辦法開量能 所以要先溝通好 那確定有量能之後 我們才會對外公佈說 我們到底會不會開始提早施打 那中央也是尊重地方的選擇 那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 我們希望增加 快速增加第三季的覆蓋率的話 那當然希望說能夠在過年期間 提早一點 提高量能 那過年前我們會盡量盡速的 趕快把我們手上有的疫苗 盡速打到市民的身上 但是過年期間 如果有任何狀況的話 還是不能大意 所以我們會先跟醫院溝通 因為很多診所大概都不會開程 我們可能會用中型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要先溝通好 才能決定有多少量能 如果這麼難看 這樣就很穩定 如果你會也可以 佩生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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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